歡迎光臨 那時候我就想說 完了吧台位置 因為我剛剛有被她的反應嚇到 然後就坐下來 然後大概吃了一點之後 糟糕 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位置空調不太夠 然後她就有點像 妳就開始感覺她情緒又來 因為其實本來坐下來以後 有好一點 就開始聊天沒事 開始又情緒上來說 妳有沒有覺得很熱 妳是不是現在覺得很熱 我就說 沒有 我就說 妳騙人 妳流汗了 我說我流汗是因為妳 對 我是因為妳 我還真不真氣這邊有一滴 那我那一滴汗也不知道哪來 可能是被她嚇的 然後我就 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真的就是 妳們趕快吃就好 因為他們真的客碼 她說不行... 太誇張了 我真的太生氣了 因為要找經理 對 然後叫經理過來 經理 叫你們老闆出來 叫你們店長出來 直接叫老闆出來 他說我認識她 要不然我現在打給她 妳現在就要出來處理 我沒辦法接受這個位置 然後好尷尬 然後其實 因為她聲音有點大聲 妳應該站起來說 我沒辦法接受妳這個人 對 真的是 跟著她都會滿丟臉 妳剛剛在旁邊 應該不會覺得她很Man吧 其實我 妳應該沒有再跟她交往吧 後來就沒有了 我大概跟第三次 我就不出來 因為她後來 她那一天真的整家店 都在看我們 對啊 然後我這輩子 也再也不會去那間點 我以前交往一個男生 也是 我覺得剛開始都很體貼 都是很好的 因為我喜歡運動 她每次都說 她說寶貝妳最好了 因為對面人可以跟我運動 我們可以一起打拳擊什麼的 很棒 然後可是我就覺得 她平常有一點點大男主義 可是我就覺得還好 因為都 打拳的時候偏娘 不會 不會 打拳的時候很Man 只是有一次 因為我覺得她平常 譬如說她什麼都很有主見 我都覺得還好 可是真的遇到事情就很奇怪 因為以前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有請一個煮飯的阿姨 她年紀很大 大概大概六十幾歲 然後有一次她來我家 我就進去整理東西 運動完 我就進去整理東西 出來就看到她跟阿姨在對罵 然後就罵罵罵 然後她就 幹嘛 她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她就突然趕我那個阿姨 那個阿姨跟我好多年了 都好像把我當女兒 每天煲湯 就煲湯給我喝 已經跟我三 四年 她突然說妳給我管 叫我那個阿姨走 憑什麼 對 憑什麼 對 我叫這裡面整理東西出來 我說到底怎麼了 那個阿姨也是聲音很大說 楊小姐請我的 除非楊小姐叫我走 我才會走 然後她更誇張 她說妳把錢拿出來 叫我把錢拿出來 然後出來給她走 我心裡想說 妳要趕她走 還要叫我拿錢出來趕她走 好弱 好弱 對 那我就覺得說 那你就算了 然後之後 妳還真的拿錢 我沒有拿錢 之後來她就 好像阿姨又跟她爭執兩句 她就拿著罐頭 朝阿姨身上丟 妳知道嗎 還好 還好沒有丟到人 丟到牆上 然後那個玻璃全部都碎了 然後阿姨就很氣 就走了 我就追出去說 妳不要這樣 可是我沒有穿拖鞋 我就整個腳踩的都是鞋 回來之後 我就跟她說要分手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時候不跟她分手 以後這個罐頭是砸在我身上 真的 所以我就一直跟她說要分手 妳為了這位阿姨 妳跟她有感情 我應該感謝這位阿姨 真的 後來才當我發現說 原來 原來她是一個這麼火爆的個性 一不離不大意 有暴力傾向 很可怕 太誇張了 對 男生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不火爆 她沒有什麼火爆 但凡事都讓她抗油的時候 也會讓妳覺得很可怕 就是她什麼都以妳為主 然後什麼都幫妳擋 然後什麼都妳是最大的 有一次我是生日 然後就很多朋友一起去唱歌 在唱歌的時候 就大家一定會喝一點點酒 然後會互相就盡壽心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樣很爛 所以大家 我朋友也都知道 所以他們是買就是一般那種 就3%的酒 然後還加很多冰塊 然後讓我喝 就喝得一個開心而已 而且我也跟他們講說 我開車 我不能喝酒 所以只要 當下 那時候我男朋友陪我去 然後只要杯子一過來 我男朋友就會站起來 然後擋在我前面 來 我來我一個 那很好 很MAN 這樣很棒 我來我來 我來我來 太好了 我也覺得很好 我覺得很貼心 因為我從來沒有遇過男生這樣 於是 我就跟我家人一起吃飯 就跟我爸爸吃飯 但我爸爸是很愛喝酒的人 然後那一次我爸就說 一起吃飯 然後我叫我朋友一起來好了 然後我爸爸朋友就來 當然就大家朋友就會喝酒 而且他們都喝那種高粱的 然後一樣 就有人要敬我爸爸酒 他就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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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很愛喝 我自己很愛喝嗎 可是你爸會抓狂 我爸很想喝酒 而且那種成高 他會 爸爸會陪你搶我的酒喝 沒有 而且最後是他很醉很醉 因為他酒量也沒有很好 他沒那能耐擋 對 可是他就什麼都 來 我來我來 然後我爸後來回家也就說 你可以叫你男朋友不要這樣子 有時候 他口渴不要命 不是 他一整天都沒喝 每一杯水都喝不到 他說我那個柴皮都喝不到 我到底去幹嘛的 貼心過頭 對 結果變矯情 對 矯情 反而我爸現在對他的印象 就是他覺得他有嘴滑舌 反而不是正面的 對 真的 人家想喝 老公會暴行 小孩也不想 因為這個媽媽 還把他套到那個礦泉水裡面 假裝 礦泉水 還擦吸管 擦吸管 那也不會茶言觀色吧 要是真要喝還是假要喝 其實他就是覺得 什麼事情他都可以來 什麼事情都可以 太表現了 對 其實有些男人 他其實沒有承擔的能耐 可是他喜歡享受 他能承擔的感覺 絕對 他喜歡重新拱月 然後一直照著做場面 對 沒有場面 我年輕的時候 當時的一群姐妹淘 後來比較少往來 然後女孩子在一起的習慣 都是Go Dutch 女孩子上來也無所謂 搭出去下午茶 然後女孩子在那邊 算幾百塊也無所謂 有一天其中一個姐妹淘 他老公跟著來 好像剛好沒有事就一起來 他來了以後 他老公就是 這一群女人裡面的唯一的男生 他想要掌控 展現 展現他那個唯一的男人 我們一附到人家 他全部都無腦 他自己又是一個劉美博士 所以他意見很多 就是說 我們不要去你們約好的那一家 我帶你們到另外一家 又好吃 氣氛又好 你們會聊得很開心 老闆我認識 又來了 又來了 又好 又是一個老闆我認識 他就敞麵 唯一的男子 不然我們沒有很年輕 我們大概三四十歲了 也都各有小成就 好吧好吧就跟著你去 去到以後 果然他 色情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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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錯誤會 以為意思 你沒想到 沒有 就一般的 另外一家口味的餐廳 睡了以後 五個女生 就他一個男生 他很喜歡那個感覺 他開始大量的講很多 事業上的一些經歷或笑話 對 那我們女孩子 整個話題 等於我們本來是 女孩子的姐妹 變成她在 其實你這種老公要來 就乖乖的坐旁邊 對 這樣子會很有面子 對 但是他自認為 自己社交能力很好 大量的講笑話 我們女孩子人比較好 也會跟著笑什麼 紅場 好 這時候既然你建議換了餐廳 一整個飯局都你在撐場面 其實是男人 你就給我站起來買單 沒錯 沒錯 這種場面是不是應該這樣 是 因為你的感覺 你做足一切 對 結果沒有嗎 後來我們要買單的時候 我們女孩子也會客氣 來結帳了 通常會說 來 我們就多少錢 大家一人一千什麼的 是黑人哥這時候 只好就黑卡貴台 對 黑卡 我騎一筆圖是不是